陈耀金得了一匹好马 铁脚早流巨 又叫卷毛狮子兽 他自个儿给他起了个苗小 大肚子窝窝鼓 这匹马他弄了三个开车铃挂到脖子上 用陈耀金的话说呀 这样的话压了他脖子 整个他老站起来 有空在心里边暗乐 这叫什么人是骑什么马呀 陈耀金说我这匹马 还得单独在一马棚里边喂养 尤同志你不说也得这么慢 因为你这匹马在咬群哪 陈耀金说你别敢咬群哪 说明这马有脾气 人没脾气的 不见得就是好人 这马有脾气的 才叫有三分龙性 知道吗 尤同志是 反正您把它降服了就怎么说 怎么有理 陈耀金这匹马单独在马棚里边喂着 这跟着尤同就回到鲁南庄 尤宅之内 到在尤宅之后 陈耀金把那泥裤子换了 跟尤同两人 开始喝酒吃饭 九星眼前 这尤同跟尤宅之内就说了 陈耀金这回您有马了 咱们哥俩 倒在村外边那个空地上 咱们骑着马 比武较量怎么样 演习演习 您这些天这斧子学的怎么样 好 吃完饭之后 陈耀金跟尤同两个人就出来 尤同呢 挂下一匹贴轻马 手中使一杆三股点钢叉 尤同应该说这武艺上 也悲痛一番 尤同手中贴的钢叉 挂上了自己的贴轻马 陈耀金提上自己 你这卷毛兽 手中一钻的车子大火 就在村子外边的一个大空场上 哥两个骑着马 先兜了两圈 两圈兜过来之后 尤同跟尤同的马打不变 一针钢叉 陈耀金 咱们哥俩比武比武啊 您手下可留情 手里面好就说好吗 这斧子我是跟你学的 对吗 跟你学的在米跟前耍虎的 这就叫搬门弄斧啊 好 来吧 尤同满达望成一提 双手一看 看他 看他 他笨成耀金前行就扎过来 成耀金一看他 令他笨前行一扎 一不躲 二不闪 也不拿大斧的望外科 他把这斧子望空中一举 这佛赶望上一踹 照尤同的脑袋 吃吃吧 这一下子把尤同又吓了一脑子看 怎么回事啊 没胖子就会这么打仗呢 尤同心想说句话 尤同心想干什么呀 啊 我扎你怎么不喝我的茶呀 怎么知道脑袋的屁呀 你说这要是被我披衣裳 咱们过来就录完了吗 尤同心想这什么词 好大的牙签 把这插帮我一吾了 二是他一的错当 成耀金的插帮我一吻 掏耳朵 这掏耳朵说是在 程耀杰还手下留情呢 这斧子略为往上飘着扫过来 就飘着扫过来的 尤同也没有防备 这一声掏耳朵 大伙子动得进来 一踢一踢 他喷 把头上带着的扎金 给掏掉 扎掉地下 尤同一吾脑 一带 停 咱们呐 哎呀 我说程大哥 您这手挺黑呀 什么叫黑 什么叫白呀 咱们哥俩不是演武吗 真正要到了派用场的时候 那还能客气吗 哎呦程大哥 您这骨子你喊什么呀 谁就歇过天涯 掏耳朵 哎呦 把帽子给我掏掉 你说我要是低从六万一万的话 这不上干就掏下去了吗 兄弟 哥哥跟你说句实话 我这斧子掏你的时候啊 是斜着飘着往上腰的 我要是斜着平了 你那上干就接下来 尤俊达说好 程大哥 咱这比武到这咱就结束了 那好了 那咱俩就回去 尤俊达说咱们回武南庄续台 哥两个往回走 定马双行 坐在马上 这尤俊达就问程小金 程大哥 我发现 您这个武艺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着 有什么不一样呢 刚才这头一招我 你插你 您拿骨子就往我脑子里愣批 你说我这插要是丑我回来 这不就你那骨子把我也批死了 我一插把你也插死了吗 谁呀 这样的话咱俩就都完了 这叫什么武艺啊 咱俩都完了 兄弟 这就不知道 打架也好 打仗也好 讲究是快打直 谁快 谁就赢了 是不是 另外呢 这给他讲究胆调 胆是大的肯定 打败胆是小的 你看您那插一插我 我要一磕 你心里早合去了 我要一磕你 您那插怎么变换交出 我偏不磕 你插我 我批你 你扎死我 我就批死你 这叫玩命 一碰真玩命的 对方 他肯定头一下 他就乱了 他头一下一乱 第二下 他就更别乱 姚同心想 这程耀金这武艺 还带有心理战书 也有道理 不过这有点悬呢 嘿嘿 你要喝不出死去 还能打仗吗 好 高论 高论 姚同姚俊达 游打心里边对程耀金这个人 进一步的又有所佩服 马双到马棚里 哥两个回到游宅 到了晚上了 姚俊达 他特意来到程耀金的众数 对着灯光 游宅达就跟程耀金说 程德哥 今儿个 凡子兄两人这一比武 我发现 程德哥您很有潜力 您这口和可以说 在于绝 武林当中我见过很多人 石斧子的我也见过 能有您这样招数的 这是绝无仅有 嘿嘿你夸奖 你夸奖 你什么意思 姚俊达说 程德哥 我想 您现在就夸奖这匹马 手中这一口车了大佛 您够分 您就算是投军入武 为国家效力 也能够建功立业 别提这个 别提这个 咱投军入武为国家效力呀 一个是我本人不愿意 效你个力 再者说了 这大隋王朝 把我抓进监狱去三回 我也不愿意 给他效力 再跟你说就是了话 我爹 是死在大隋王朝手中吧 你别跟你程德哥 现在 不认字 什么不是 我爸爸可有本事啊 那曾经当过南辰主的一任总阵 我现在 这就是黄鼠狼子下斗鼠子 一辈不如一辈了 我想我爹的九泉之下 那眼睛也闭不上 那没办法呀 他儿子没能耐 我要保了大隋 我对得住我爹吗 我不能把他死 撑得搞 那您这身本事 这不就荒废了吗 咱们下次再说 你插我我批你 你扎死我 我就批死你 这叫玩命 你要喝不出死去 还能打仗吗 好 撑得搞 那您这身本事 这不就荒废了吗 这什么话呀 我这身本事 这不都是你教给我的吗 你当初不说了吗 我这个人素质挺好 境遇不佳呀 现在我这个境遇能不能改变 不得听你的 他儿子哥 我跟你说 这个境遇是可以改变的 现在这个大隋王朝 的的确确确实太不像话了 听说了 这个新皇上 虽阳帝阳广 弑父振兄 妻娘细妹 自古至今 所有的皇上 没有这样 把他爹给害死了 把他哥哥 用枕毒 给枕毒死了 你说这皇上 教导全国的黎民百姓 读孔孟书 知周公理 三纲五常 仁义李之心 他本人做这事 你说全国的老百姓 能听他的吗 能为他出力吗 所以这阳广登基之后 刀兵四体 您不安生 我看 这大隋王朝 尝不了了 你说他这一登基 登州府这杨广的叔叔 靠山王杨林 在山东搜刮地皮啊 干什么呀 补充他的国库空虚 杨广这个人 比隋文帝阳间 还挥霍无度 需要钱 钱不够怎么办 让这靠山王杨林 给他在山东地界凑 一堂银子 一堂知道多少吗 不知道 多少是一堂 我知道十两八两 一百两一千两 一堂 四十八万 在山东这个地区 要搜刮四十八万两银子 结果这个钱 弄出去之后 干嘛呀 补充隋阳帝 他的国库 可是隋阳帝是个什么人 就这家的王上 他居然能在那 蛮群骨蛇 向全国百姓发号施令 太可气 我最近 得到一个消息 这靠山王杨林 把这四十八万两银子凑齐了 他准备 要打成黄钢 借往川埃 你说这个事情 老百姓听着 心里面骂不骂 老百姓现在就敢门不敢言呐 哎 程耀金叹气 尤俊达看着程耀金 接着又说 程大哥 您想不想办大事 啊 办大事 想啊 不过我这两下子 能办什么大事 事在人里 程大哥 我跟您所以交的朋友 就因为我看您有胆识 没胆识的人 我跟他不来吧 您有胆识就能办大事 你想要办什么大事 尤通说 据我所知 这考山王阳林 48万两一档黄杠银 组成之后 他得压制黄杠银的车队 尤打山东东州府 购奔巴蜀长安 要路经咱们附近一个地方 就长叶林小孤山 我想 他要路经这里的时候 咱们要组织一帮人 钱给他接下来 周济附近 沿街讨饭的这些老百姓 你说好不好 程九斤听到这里 当时就一愣 大眼睛的力量起来 再看看 尤通尤俊达 尤通 你好的胆子 你有结黄干 啊 程德哥 你敢吗 尤通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干什么的 程德哥 事到如今 我得跟您交个底了 我 班纠镇上有酒楼 东奥县里有买卖 我这武南庄周围 有二三百亩地 人人都称我游园外 但是谁也不知道 我真正是干什么的 我是路灵大盗 我手里就拥有二三百亩 您看你那二百多匹马 那都是我手底的弟兄们 他们所骑乘的 程德哥 我之所以要交您这个朋友 就因为我对您早有二分 我觉得您够英雄是汉子 我想拉你入火 今天这个底才跟您递出来 您有何想法 有何 我说游葱啊 我说了呢 你跟我一见面吃饭 不要钱 你跟我套劲 我撑哥们 把我娘也请到你家来了 把我也弄到你这院里来了 又教我练武艺 又给我马 最后你想让我跟你入路 我当贼对不对 别说你贼 我们是英雄豪杰 就是就这么回事 对不对 游郡大说对 就这意思 程耀金说 有通哎 事到如今我明白了 你想把我领到你这堆里边来 跟你一起结黄杠 我当前脸 你在幕后 最后把我抓起来判的行了 你在旁边偷着乐 插圈 碗套绕对我 我不干 游郡大跟程耀金提出来 他要截夺黄杠 想让程耀金参加 程耀金说你这就插圈 碗套让我上钩 我呀不干 游郡大说 程耀金 您要不干的话 这也行 事情不能免强 我也不能强迫您干 但有一样 这件事您不干 我们干 您不干可以在旁边看 但有一踪 我们干成又干不成 您可千千万万 别给我们走漏风声 我不给你们走漏风声 你们都去干 我得旁边看着 那我这算是干什么地呢 白小琴达 胖子高 咱们是朋友啊 是朋友 就用朋友对待 这事我们要办成了 分钱的时候有您一份 这事我们要办杂了 问罪的时候您可以躲开 咱们下次 祖宗 你好得胆子 你有急黄干 是朋友 就用朋友对待 这事我们要办成了 分钱的时候有您一份 这事我们要办杂了 问罪的时候您可以躲开 好 合着我什么活都不干 我干分钱 我这叫什么人呢 要不呢 您就离开我这武南庄 还回转您那小扒村 哎 远远的您看着 啊 我们干成又干不成 和您都无关 那我已经到你这住了这么多日子了 你们办这么大的事 你让我再回那小扒村 你是成与不成的 是不是你对我都得担心呢 你不怕我给你报关吗 皇上的钱你都敢结 你这胆子可不小 我问你 这么大的事你跟你母亲说了吗 姚俊达说这个事情我不能跟老娘讲 跟老娘一讲把老太太就得吓出病来 得呀 那我娘也不知道这事 这个事不是一般的小事 万一要是透露出来 这俩老太太下病了 要吓死你 啊 这不是不孝 姚俊达说 这个您就不知道 既然想干这个事 我就早做了安排 离我这五十里地 我有一个老姑 我这个老姑那个地方 我给他修了一片庄园 风景一人 环境甚好 我打算把这两个老太太 把他送到那去 名义上呢 就让他们到晚开开心 在那住些日子 我派去四个丫头 天天侍候这俩老太太 让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俩老太太送走之后 让他们在那安心的吃喝玩乐 咱们这边干咱们的事 嘿 刘俊达 冲这手 你够个英雄豪杰 要照这么说 我干了 干了 您可想好喽 别后悔 成要就是后悔 那叫什么话 我这人就是脾气 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你要捧我我就来火 你要巴不我就上脾气 你把我愣在旁边 我躲不躲吗 我自个主动地干 游君达说 您这是什么人 我就这种人 那我干了 好嘞 游君达说 有您这句话 我就开始运作了 转过天来 游通游君达 果然就按照他视线安排的那样 把两个老太太支走了 这儿呢 武南庄都剩下了游君达的亲戚 游君达近几天是非常的匆忙 把他手下的这些路林中的弟兄都给集合起来 所谓他手下这些路林中的弟兄就都是他武南庄 装前阻近的 在外人看起来都是农民 有的是坐小马马的 其实撂起锄头 离开柜台 抄起家伙来 这就是路里的豪杰 有二百多人 这两天游君达是急着操练这二百多人 把他们集中起来 秘密的就在后边的大院子里边天天在这开会研究 他那也开会吗 那也得开会呀 结黄杠那不是小事呀 各个物诈都得考虑好了 另一方面游君达府中有人 给准备了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 准备棺材燃什么 游君达想好了 黄杠真要结成了 我这会马上就发丧出兵 就说老太子死了 老太子死的那个日子 正好跟结黄杠的那个日子相等 让官府知道 我不会在这一天出去做案件 排除他的怀疑 所以棺材先埋好了 这边操练着路林龙龙兵 操练得差不多 早有一个彩盘子打眼的头目 他就朱能 这天朱能来见游君达 程耀金也在场 这朱能跟游君达就说 刘远美 这黄杠可是从登州府出来 黄杠银 都是用大木桶封着的 贴着封条盖着观音 五十辆大车 四十八万一趟银子 压界黄杠军兵有五百来人 加上赶车的那就是五十多个 压界黄杠银的 是靠山王阳林十二驾太保里边的大太保和二太保 大太保有徐方 二太保有薛亮 据说 这徐方薛亮 是杨敏手下十二个太保里边最有本质的两个太保 因为这是一笔重金呢 送到禅门城中给皇上往活库里添惨的新军登机 急等着用钱 我们算了下日 根据他这个黄杠车队的行进速度 估计在六月二十三或者是二十四 到达我们这附近的长叶林小湖山 现在还有三四天吧 您做好准备 好 尤俊达总知道 你接着去再战 这猪能转身出去走了 尤俊达看得很成要进 陈大哥 这回可就看咱们哥俩子了 此次解脱这个黄杠银 咱们两个是总首领 我是头 你算我的副手 有些事情呢 还得要您帮我多想想 别别别 我这人是猪脑的狗脑子 我什么事儿都想不全全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好 陈大哥 我想这样 要截黄杠的事儿 咱们把队伏 埋伏在树林之中 我们有二百多人不到三百人 他们冠军有五百人 超过我们一倍 这得怎么办呢 我们得必须虚张声势 同时我们还有案例打算 我们超出一百人 作为弓箭手 作为投石手 在树林的两边埋伏下 他在这个车队以来 得有人一马当先拦住他的去路 爆出我们的字号 要杰脱他的横杠 肯定 冠军他不服啊 这冠军跟我们要一动手的功夫 我们树林两边埋伏下来的罗罗宾 我们得按住他们的名处 我们就乱箭齐霸 一百多名弓箭手 这都是受过训练的 乱箭一发 射死许多冠军 冠军一看有射伤的 有射死的 肯定他们心虚就灌乱了 我们建设完了 拿大石头往他脑袋那砍 包括赶车的 包括冠军 我们拦腰这么一脚 他两头首尾不能相顾 他就乱了 他们一乱的时候 我们就在正面一喊煞 这一冲 就能把冠军全都年跑 全都打赞 到那个时候 我们可就命令那些赶车的车把 是把这车辆赶到我们 想好的预定地点 在一片树林的里面 到那儿 咱们得把银子转移 转进武南庄 冠友军说 你转到那树林的里面 那个地方可靠 可靠 没有事 那你说 我干什么 程大哥 就凭您这长相 您这帽相 您这身块 您这马 您这斧子 您最好的一个活 就是树林的里面出来把大幅子一横 拦住他的巨路 对 行 我拦住他的巨路 我说什么 你说什么呀 咱们这个节道 有一套歌谣啊 你说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在此中国 留下百路开 牙崩板隔 说不证 大幅子一摆滚杀 不管没 这谁编的 这都是我们平宿当中编的歌谣 这词太多了 我记不住 这还有好几天 天天救你 那我就跟你学这词 他要先打这开始 就跟游俊达学了几句话 天天在嘴里面 大幅子这个 他大幅子这个 还听见游俊达手底 人人出乎进进的 有时候人家说寒话 这两天啊 我叫啥 风景 崇晓晓听这话不明白 就问这小楼楼 哎 小队 你刚说什么 我说 风景 什么叫风景 风景呢 就是周围啊 这个事啊 非常紧张 要是风大呢 风大 风大 就是说这个东西多呀 什么的 这就风大 哦 再交不两句 比方说 咱们得跑 那就扯了 跑怎么叫扯了呢 你拿这 我也不知道 反正都那么说 哦 跑就扯了 好大风是东西多 风景 是周围环境景 哎 这挺有意思啊 哦 黑话 好 程晓晓对这黑话 竟感兴趣 而且这块比较简单 也学了几句 等来等去 等到六月二十三这天 飞毛腿猪能又来了 见了 邮俊达说 我们已经推断 六月二十四晚上 必定要从长野林小湖山经过 黄杠的车队到 就到在我们演技里面 速度做准备 邮俊达一听 好嘞 到了六月二十四这天 尤俊达领着这二百多名龙俄兵 在天黑以后 马去人灵 奔长野林小湖山就来了 长野林小湖山这个大道理 彭根全是树林的 正向尤俊达事先所安排的那个样子 把他的龙俄兵分开 各有各的任务都埋藏在树林之中 程耀俊呢 带出百十来人 就在这树林的里边 马上端坐单手提普 等着小喽喽探听消息 小喽喽一会一趟 一会一趟 望着胡帽 瞧着远远的这个黄杠的车队就来了 程耀俊你看黄杠车队 看看来走树林的前面 程耀俊一群 马一出来大吴子一蹲 站住 立马横走 大喊一声 喊完了站住 乱说他就得念那个节奏的歌谣 这几天呢 练了多少遍 他自己觉得背的很熟 可是就在这把腹子一横的一瞬间 大眼督子一瞪 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旁边有很多楼兵呢 这小成爷你怎么去了 哑巴了 说话呀 程耀俊这也着急 眼督一逛了 哈哈 嘿嘿嘿 你好大疯 都给我扯过 弄出两句行话了 这官军不懂啊 头前开路的两个官军说 哎 小子 你说的什么 我说的什么 你还不明白吗 小子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陆林中的行话 好大疯就是你这钱太多 扯祸就是你给我快捆蛋 给我撂下 陈耀俊在这一掏掏树林的里边 尤俊打给这官兵料阵 心想成爷呀 真有理的 陈耀俊一说这句话 官军也听明白 官军一看转身吧 在队伍的当中 就是压接黄杠银的 杨林手下 十二架太宝的大太宝徐帆 还有二太宝薛亮 这徐帆跟薛亮 在登州城临走的时候 那是向靠山王强林 下个保票 杨林把这个任务交给团来 当面问过团来 你们两个行不行 这个是48万两黄杠银 这叫一躺啊 这是巨款 把这笔钱安全的送到 巴水长安 回来我要重重有赏 只是你能不能 把他送到长安城 徐帆学亮这哥两个 在杨林的账下 应该说是首屈一指的 武术大将 徐帆学亮说 父王您尽管放心 这些年来 反属交给我们哥俩 办的事还有错呢 不行的话 我给父王面前立下军灵状宝 黄杠银要是溜了 回来拿头来见 杨林说不用立军灵状宝 有你们哥俩这句话就行了 一路之上 千万有多加小心 就这样 48万辆黄杠银 五十辆大车来了 五百人保卫了 所以这徐帆和学亮两个人在队列的当中 听前部的人望马千亿禀报 说在这个地方碰见街道 徐帆学亮已经还有这种事情 感觉黄杠银的在在你胆子得多大 我这五百冠军 你拦路抢劫能有多少人 徐帆哥带我看来 徐帆手中端着他打枪 他一催马 来到队伍的前面 手中的打枪一鸣 准备 刘俊达以为程耀金能明白这道 节道没有报名姓 这徐帆一问他姓什么 程耀金就冒出一个 也姓程 一说姓程 刘俊达的树林子里边就喊一声 别说名 刘俊达这一说别说名 程耀金听见 也姓程 但是程耀金今想 我不能光有姓没有名 我老程向来干什么事 都光明磊落 就程耀 他把刘俊达那个字挪过来 他那话说出来之后 他这个嘴还冷不住劲了 还跟人家讲 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 刘俊达一看得 他把我也刷不上他 刘俊达心想 爹 这事非让你给我掌杂了不可 咱们下次再说 程耀金这周期演出一逛 哈哈 你好大疯 都给我扯 刘俊达心想爹 这事非让你给我掌杂了不可 徐胖说树林子里边那个叫什么 嘿嘿嘿嘿他叫尤金 程达尤金 尤俊达一听这还不错 他没把真名说出来 但这也够像 你把我这个尤姓给爆出来了 程达尤金 这容易引起官府的怀疑呀 尤俊达一看事已至少没办法 就任凭这个成礼 怎么干就怎么干嘛 程尤金一爆完了名之后 徐胖说好胆大的贼寇 你敢在这拦路揭脱 难道说你就不想活了吗 哎 小子 要想活敢揭黄杠吗 今天就想的是要把黄杠银给你揭去 小子 你要是想活的话 快点拨拨马 回转你的曾州城 找那个靠山王江林 告诉他 就说这黄杠银让爷太火揭 如果说你要想死 你就撒马过来 在我的服务下 说鬼 这大武币端 像半个车轮一样 这程尤金说话嗓门也大 这个面部表情 在晚上看起来 犹如凶杀恶鬼 徐胖心想 不怪我他做强盗 这小子长这模位了 就够厉害了 徐胖说好 既然如此 你想要解脱黄杠 你的胜负手中这条枪 过来吧小子 徐胖把这一吹 啪啪 枪奔着程耀金就扎了 程耀金你看这枪往前面一扎 一不躲 二不杀 大不得一举 照他脑子 切歇过 程耀金这三招啊 由于他平常老那么反复来回的练 出手速度非常快 他比那个枪扎的速度还快 其实这里边有时间差 程耀金那斧子能砍到他脑袋上 他那枪还没砸到程耀金前胸上 就这么个速度 程耀金这个人就从来没害怕死 所以卡的这种切歇 又像一个立闪一样 这大斧子不能就来 头一下就把徐胖给吓着了 徐胖那也是武术大家 练了二十多年的功夫了 见过多少高人了 从来没碰见过这样打仗 他一看这枪往前一招 那位也不喝也不碰也不闪也不躲 大斧子又劈他 徐胖心想这小子是玩命的 我扎死他他劈死我呀 嘿徐胖想我这命比你值钱呢 我能让你把我劈上吗 徐胖把枪走一架 一架的虎子 程耀金这虎子剁在枪杆上 就他开的这个劲儿奔过头吹一扶 踢牙 大扶转笨嘴着戳过来 徐胖一惊怎么他这还在口令 这还踢牙 拿扶转踢牙 这满嘴牙不都得给踢掉 徐胖赶忙撤枪 放过一搏的时候 二打一挫动 朋友跟你把他鼻子一横 吵我耳朵 这靠耳朵可不是跟尤俊打比武的时候了 跟尤俊打比武 程耀金这个斧子还真是往上飘着来 这下子横扫着过来 屈胖一地头 略微一吃慢 把这头盔就给掏掉 不光说把头盔给掏掉 同时把头顶这地方 给掏掉了一块皮 徐胖这个人这个脑袋呀 长着这个尖头顶 这个尖头顶啊 始终没觉得他的缺点在哪 今儿个感觉出来 这点有点多余 要是平头顶呢 一扫也许就过去了 这尖头顶 吹了一下 肉皮下 带着一所的头发 连那头那发转都跟着掉下去 血烟哗的下就流出来 徐胖这满脸都是血 为什么 肩顶上这血一出来 他从四面上往下流 这徐胖一无脑子 我交交易零 这五颗金银马的前家长 这笔马报回一拨头 败下来 徐胖在手中拿着刀 没看明白 他这大哥怎么败下来 哎呀 徐胖心想 这小子厉害 啊 三下 我大哥就败下来了 我大哥经过很多的明镜 跟他们坐过站 从来没有这么惨过 所以薛亮没上阵之前 这心里面又先犯嘀咕 还没犯嘀咕 但是大哥忘记一败薛亮功能不善 薛亮催马 忘记一手 手中把刀子 照着程友军看刀子 他刀过这儿做程友军连管都不管 切切过 薛亮一看 这叫什么招数啊 我做他他做我 薛亮赶索把刀子很开 踢牙 二马一搓 这么烫 烫 程友军这烫 又低了点 这一低点 薛亮望马南乔一怕 因为他刚才看见了大哥是怎么疏离的 尽管如此 他没看太准 而且他也没想到程友军这个斧子 来的就那么快 像闪电一样 就这一低头 他啪到马上瞧着 这斧子 把他这个叛甲韬 连后辈的护心镜 全都给掀去了 后几两杆子露出来了 小子吓得 瓦牙一声 躲马忘记又败 他躲马忘记一败 树林子里边的 尤俊达一看 行 先向成帝 有你的 别看街道的这歌谣 这一动起手来 看出真本事 尤俊达心情话 不能在这老看 把钢插一呼 冲 说了一声冲 尤俊达一吹马 尤俊达树林子里边就出来了 薛亮望起一败 尤俊达摆钢插指 直取薛亮 站住 说了一声战 薛亮一回头 这树林子里边还有人 树林子里边的楼兵往外冲 在这个车队两侧树林子里边 埋伏下的楼兵 此时刻已经开始乱箭齐发 乱箭一发眼 还扔石头皮球啪啪这么一打 官军在名处楼军在暗中 楼军有准备 官军没防备 虽然说他五百多人 这一下子阵容就打乱了 后边的官军一看不好 不知道前面截到的队伍有多少 一看他喊爹叫妈中箭中石头的都倒在地下来 后边的官军是不打自散 没头往下就跑 他们往下一跑 这大台宝徐方和二台宝学亮 骑着马也往下跑 他们往下这一跑 这程耀金跟游同游俊达 带着这些楼楼兵是随后就追 齐全哪来 一直给追出来有二十公里 在那边车队没人管了吗 早安排好了 管车队里有专人 背毛腿竹能 带着手底级的强劲楼兵 把这些赶车的车把势都给看住了 告诉赶着车往前走 顺着我指的道 让你往哪走 你就往哪走 这五十辆大车顺人指的道 就倒下来了 程耀金和游俊达两个人 把他们追了跑之后 一搏马 游俊达了咱得回家 搏马回来 就按他们预先指定的汇居地 就到时候 到时候一看 这车辆都停在这儿 车辆都停在这儿之后 又去拿着 来 按照原定计划 查点阴凉 往不难装翻 按照原定计划 按照原定计划